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Fx大于0A大于0B大于0A等于D是Fx加Fy分子AFx 加上Bfy第四个毛 你帮我算一下这一口 我们的积分区是谁呢 这个环的四分之一就是我的积分区 像这一种题目的话 你如果说死算的话 你算不出来 有没有看到一个特点 你这个积分区是关于一山挂牵的角平分线对称的 所以说I 它除了等于这个以外 它XY可以交换位置 分母是Fy加Fx 分子是Fy加上Bfx 第四个毛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家把这两个加起来 加起来以后我们动作快点 你们看到什么了 我们看到这个分子分母分母一样 Fx加Fy与Fy加Fx一样的 所以这个分母是一样的 其实你们大家把分子相价就行了 大家可能Afx加Bfy加Afy加Bfx 你们有没有发现可以因此分解 因此分解成A加B 乘以Fx加Fy Fx加Fy跟分母约掉了 结果提取啊 我们大家看到 现在的二重积分贝架函数是一 那就应该是我们这块区域的面积 应该是两个圆的面积 只差的四分之一 所以结果应该是A加B 乘以四分之 πA大R的平方 减去πA小R的平方 那么你把R除过来就行了 所以这种呢 实际上不需要有专业的这种方法 它实际上只是二重积分性质的使用 请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题 所以你帮我计算一下这个二重积分 当然我有的是个 大家会算的时候你们自己去算 它是个什么范围呢 首先有一条泡沫线 这一条泡沫线是X的Y分 开口向右的泡沫线 还有一条泡沫线 还有一条 这一条是直线 是谁呢 Y等于X-2 那么这个就围成了一个区域嘛 好了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 这是A 这是B 对吧 你不管把它写成X型区域 还是Y型区域 那你总要给我把AB算出来吧 所以解 有 X等于Y平方 还有一个Y等于X-2 我想这个方程中你解起来并不困难 所以结果呢 我就可以解除A 实际上应该是1-1 A这个点的座标是1-1 B这个点的座标 是4R 这个很容易我就不做 紧接在下面我就用两个方法 法一 法一就是我们想把这个区域向A个死做投影 把它表属成X型 我们来看 那么这一个 大家知道这是几难0 这是几难 4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一个是左边这哪个参数0 右边这哪个参数 4 那么上下就应该找两条曲线了 上方这个曲线好好啊 是Y等于更好X 整个这一段是Y等于更好X 上下指的是Y嘛 但是你就发现下方这个曲线就麻烦了 它实际上是拼凑起来的 你们大家遇到这一种情况什么话都别讲了 切 这么一切以后就是左边这个叫第一 这个叫第二 必是分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告诉我们第一 是 XY 大家看到X在0到1之间 看Y 上方的Y是等于更好X 下方的Y是负的更好X 所以Y是大于等于负的更好X 小于等于更好X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第一就表达成的X型 同样的道理我们看第二 X加在1多4之间 Y 有没有一般见上方的Y还是更好X Y小于等于更好X 下方刚是Y等于X减2 所以应该是X减2往3 大于等于X减2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这个二重积分是这个样子 但是算你们算 这个算的事情我就拜托你们了 你们能算的 而且我要鼓励你们度算 为什么 因为好多的学生为什么考的 有的这个成绩不仅如人一啊 他算的太少了 你不能叫我把你算 这个东西我算起来很轻松 0到1 DX 负的更好X 倒更好X X加Y DY 然后呢 然后呢是X减2 都更好X 比起寒数是X加Y Dy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难了 不算 我算其中一够 比如想像这一够 算好了送前面去吧 我就告诉你 我不算了 就是破砖引玉 负的更好x 倒更好x x加yDy 你必须要明确 你现在是关于y这几分 x算什么 算常数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区间是个对称区间 而这个y是个G函数 不要了 所以结果就是负更好x 倒更好x 这个地方应该是x乘以Dy x还可以提取了 1Dy 结果上线减下线 2更好x 所以结果应该是 2x更好x 当这个东西算好了以后 你再送到前面去 再记一下就行了 后面也是一样记 我不记了 是能记得出来的 大家能不能看一看 像这个题目 通过x型计算 可以算 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 由于通过x型的话 我们需要把这个区域切成两块 大致上来讲的话 工作量应该是两倍 转化在x型 这是你们大家的一个习惯 但是并不一定 有的时候你再看一看 像这个题目 我再来看法 看一看 你们那么的换个思路 像我爱着投影吗 可以啊 那么y就加在两个双数之间 那么x就应该找两条曲线了 大家就发现 左边这个x 好像是同一条 没错 x等于y一方 从左边来看 x要不要分几块 不要人家就整块 是x的y一方 你再来看看右边这一个 好像也是同一条 所以这个x应该是y一夹 你竟然发现 如果我们像y轴投影的话 就不需要分两块了 运算量一下子就小了 所以这个很关键 所以这个时候d 写成xy y加在哪两个双数之间呢 小于的一二 大于的一飞 x应该是加在两条曲线之间 应该是x大于的一飞 小于的一飞 加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这一个二重积分 我们就可以变成一个了 负一 到2dy 然后是y一方 到y加2 x加y dx 那么当然接下来计算 是你去完成 所以你看我讲的非常细啊 这个大家一定要说 gx的之处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慢慢慢慢 把自己航实了 不航实了不行 好了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 例题3 请看一看 请你们帮我支算一下 这样一个二重积分 积分区域最难呢 很多人搞不懂 老师这是个什么区域 现在我这样啊 而且我还告诉大家 我爱大于的你 如果你看不懂 我再收一遍一下 你应该看得懂 我相信写成这个样子以后 你应该看得懂了 原形在一林 以一林为中心 以一为半斤化缘 但是大家知道 这个地方我爱大于的一林 那就是上车 实际上这一个范围 就是定 那么我们拿到这一种题目之后 首先我就问你 有没有只有性啊 对称性的这些东西 没有 大家告诉我上下不对称 左右不对称 Y的与X不对称 所以没有只有性对称性 这种考量 没有啊 没有紧接着 我就要考虑一下 用什么方法 是直角助标法 还是急助标法 你自己看吧 看 取缘地的边界 还有X方角 Y方 毫无疑问 急助标法 大家知道 急助标法的话 接下来 你就把O的范围 把C道的反对物 找出来 大家知道的C道 就是转动的幅度啊 大家这个眼睛 看看就出来了 刚开始的C道之级 是0 转转转转 转到这里是多少 像7 是90度 接下来 就是O的范围 O的范围 就是从原点出发 寒川这个区 大家再来看一看 所以这个地方 就要注意听了 所以我说过来 这个地方就要注意听了 因为我们课堂呢 讲的题目 数量不能太多 没有时间 我来告诉大家 如果是这么一个区域 我就告诉你们 一桌 我就告诉你们 这一块 叫REC 这一块 叫R2C 所以这个R呢 确实在REC到R2C之间 但是 也有这样的情况 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时候从原点出发 寒川这个区域 就不是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 里面有一段 外面有一段 而这个情况 大家就见到一段 当然我见到的是两段 你们大家记住 如果说发现 这是一个实性的区域 里面的R是0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是个实性的区域 我们只见到一段 那里面是0 外面这个R 大家就发现 外面这个R呢 应该是随着随着C的 不同这个R的长度在给 那我就要问了 这个R等于多少 大家听我一句话 我告诉你 绝招 把直角柱标写出来 你不是要找 外面这个R吗 请你把外面这一条线 直角柱标写出来 不是个圆吗 是X方 叫Y方 得U2X 把直柱标变换 带进去 左边就是R方 这个就是R 扩散C的 大家就发现 这个是R 约掉了 所以R V应该是两倍的 扩散C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 左这个范围很讲究的 这样一来 我们就进入到计算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我讲题目的时候很精致 非常精致的题目 大家注意看 大家注意看 这个时候是0到2分之8 第四条 0到2倍的 扩散C的 X平方用这个换掉 是R平方 扩散C的平方 后面 后面第R 你不要忘记了 脊柱标变换 额外 还有一个R 所以前面是R的三次 脊柱标变换为额外 多余的产生一个R 这样一来以后 大家看一看 0到2分之8 CosinC的平方 这个可以移到前面去 然后这个地方是0到2倍的CosinC的 是R的三次方第R 大家可算吗 R的三次方 是四分之一 R的四次方 R的四次方 就是这个的四次方 R的四次方是16 16除以4 还有一个4 后面 还有一个CosinC的四次方出来 年龙前面的平方 六次 后面就是R一六嘛 所以是六分之五 乘以四分之三 乘以二分之一 大家知道六是个偶数 书为应该是R一零 二分之百 大家看一看 结果你整理一下就行了 请大家再来看看立体诗 这一个呢 是一个二重积分 下面看一看 我的积分区 首先 有一个单位员 再做一条直线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一条直线 就是X交Y的一 这样围成一个部分 这就是D 所以你看看我们 二重积分的流程 第一步 就是只有性对称性 只有性上下不对称 左右不对称 所以只有性不谈了 下面我们看看对称性 有没有看到 这一个积分区域 确确确实实是 关于Y的与X对称 照理这么说 是不是B级函数XY可以对调 没错 你观察一下 我们这个B级函数X跟Y 对调之后 跟原来一模一样 那这个就没有意思了 对调以后跟原来不一样 还有意思 对调以后跟原来一模一样 那么这个对称性就别用了 那么紧接着下面 我就考虑几分法了 第一步做图 第二步自由性对称性 第三步 设计上就是积分法 我果断地告诉你 急足标法 你怎么知道的 圆了 这个D的边界 有一个部分是 还有X方加Y方的 当然是圆了 所以令 X等于R cos theta Y等于R sin theta 那么这个时候 准确地把c theta的范围 R的范围找出来 显得尤为重要 大家说的c theta 值得转动的角度的范围 大家告诉我 刚开始c theta是值 0 最后多少 二分之牌 紧接着我就找R了 R怎么走 从原点出发 寒穿这个区域 大家这一次见到了 是两段了 里面有一段 外面有一段 其实我老是告诉你 外面这一段 你都不要走 一 你不单位远吗 所以R 是小一点e的 就是里面这个R 我找不到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 里面这个R的话 是随着c theta的改变 长度是在改变的 那么刚才 我给了大家一个角色 你们很多人 可能还没有流程 现在我再说一下 你要找这么一个 变化的R的话 有一个办法 把这个直角助标写出来 x加y等于1 下面干什么 把变化带进去 通过这个等式 可以把R解出来 所以R 是等于cosc的 叫3c的分之一 你看到没有 我找出范围了 进随时以后 我就开始积分了 10等于0到2分之100 第四条 cosc加sin theta分 多1 直达 第二 背级函数是1 大家不理解 背级函数为什么是1 首先我就告诉你 脊柱变化 是一个单独的R出来的 大家再看看我这个分母 刚好x翻叫y翻 又是一个R 所以两个R约掉了 这样一来 就会得到0到2分之100 后面第四条 这个背级函数是上线减下线 所以下面就是个几分 一级出来是多少 2分之100 减这一个级分 大家知道 3c的叫3cosc的 我告诉你 我提出一个更何 2分之1出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分母变成什么 变成sine theta加4分之100 一到这变成 cosc c 加4分之100 dc是不是 d可以先成sita加4分之100 大家应该有学过 叫牛顿 来不得之公司 cosc应该知道吧 loin 决定值 cosc sita 加4分之100 减去 c sita 加4分之100 直到即了 0 到2分之100 下面大家对进去算算 就行了 所以大家知道 知数阶段 大家二重积分 把这些东西弄透了 题目算熟了 就够了 知数阶段 二重积分 还缺不少知识 那么只能是强化阶段的任务了 所以二重积分 包括它的应用 我现在也很少说 包括后面 我在 知数课 在随着到3月份 4月份的时候 我会进行一些直播 在我微信公众评点上 会进行一些补充 证据的第一人的话 大家就学得非常好 都流通了 证据的